并行网路行商 去年一年 他就成功赚进了1.8亿 一条一条生乳卷 放进盒子准备出货 出货数量动辄都上百盒 去年单一品项就卖出139万条 这些订单全来自网路 落差我们那时候随便做 一个月就是有一个接订单 官网这样 一个月最多到30万吧 那现在营业额大概都在 我们上个月大概是2000万左右 我们在今年就是要 到日本做电商这一块 那已经在执行了 到底消费者是喜欢 看到什么样的页面呢 包含每个商品的一些 替代率啊 我们这边都会有 电商的幕后推手是他 网路公司执行长安成瑜 同时也是原祖的少奶奶 不甘心只做单纯的 传产食品业 15年前跳出来创业做电商 也因为自己对 传统产业的了解 让他更知道从何着手 蛮大的一个gap就是说 实体他可能都是把一些 什么运费啊 这些成本 因为他的门市已经开销 在这个里面 那搬到网上面就可能 有产品的成本 又有这个运费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定价的部分 他们也是蛮大的一些 他们的学问所在 因此安成瑜不止在最前端 协助厂商架设网站 到后续的网站管理 行销大数据分析 甚至开拓新市场通通 一条龙服务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 可能针对B2B 或是C2C市场 非常的蓬勃 可是针对B2C这块市场 你才跟台湾差不多在跑 所以我觉得台湾企业 他只要改变这样的观念 不要每次看别人说比较快 还是我们比较慢 不用就直接放手下去做 我相信台湾还是可以追赶得上的 安成瑜专攻电商公司 去年营收1.8亿 用实力证明 自己不只是单纯的贵妇少奶奶 三立轩这一段龙龄线 特别 对